大家好 欢迎来到禅静 开始今天的分享 更弥陀佛 博主您好 大概一年前有好机缘看到了您的博客 觉得很多博文都非常的好 以至现在几乎每天都会进您的博客 去看看更新的文章 前段时间更有幸 在您的博客里看到这样一篇文章 像观世音菩萨求子 有几个关键点要注意 正是这篇文章的元气 让我妻子成功怀孕了 佛法不虚 在此非常感谢博主的分享 今天有时间写下自己的新的体会 真希望更多破窃求子的人都能成功 丙礼观世音菩萨 我是今年元旦节的婚 想生个马宝宝 当时天真的以为 怀孕应该很容易 一月份过去了 没怀上 二月份又没怀上 三月份月底了仍然没有 当时真的就急了 如果下个月还没有的话 想生个马宝宝的话可就真的有点悬了 当时心情的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 我跟妻子也都相互安慰 我们尽力了 谋是在人成是在天 养宝宝也不错 随缘吧 也就是在三月三十一号 在浏览博主博文的时候 我恰巧看到了这篇文章 向观世音菩萨求字 有几个关键点要注意 甚是喜悦 心想有救了 我仔细地看了一遍 按照上面说的发了我的愿 大慈大悲就苦就难的观世音菩萨 婢子现在受到求子的困扰 祈求您的加持 法华经说 若有众生 受诸苦恼 文是观世音菩萨 一心称明 观世音菩萨及时观其音声 接得解脱 又说若有女人生欲求男 礼拜观世音菩萨 便生福得智慧之男 生欲求你 便生端正有相知你 素质得本 众人爱敬 弟子现在受到苦恼 祈愿观音大事 千眼照见 千手护持 加持弟子能求得福得智慧之子 弟子以后将去各从善 发愿每天念仆门品三步 持续两年 同时不施净资五千元 供养观音菩萨 以此功德 感恩观音菩萨 并将此功德回向给天下 所有求子的众生 只要他们有祈求观音菩萨 加持求子的 都能满足愿望 求得福得智慧的孩子 将来效养父母 利益社会 也祈愿观音菩萨 梦中加持 净除弟子业障 让弟子得到福得智慧的孩子 将来能利益众生 祈愿观音菩萨此悲宁我 发了如是的愿 我心潮澎湃 于是跟妻子每天跪着念观世音菩萨 普门三遍 同时也在布施 放生 齐请观世音菩萨能满我们的愿 如是欲日不退 转眼到了4月23号 妻子说已经退后三天没来了 要我去买个验韵棒来试试看 当晚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买了验韵棒回来 心中不断地念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您一定要帮帮我们啊 妻子也很紧张的 跑到厕所去验了 几分钟后他兴奋地跑出来告诉我 老公 恭喜你成功了 你要当爸爸了 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当时收音机还在播放 以念主持人问今天是什么节日你知道吗 是读书日 以后我的孩子长大后 一定要他多读书 多学习佛法 感谢观世音菩萨 丙礼观世音菩萨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